各位嘉賓 我們的本地音樂推動貢獻獎得獎人士吳建峰先生掌聲恭喜 大家晚上好從事音樂行業那麼多年跟大大小小的獎項有過很密切的接觸不論是新搖結新樂獎還是最新金曲獎這些獎項我都有參與安排甚至到後來我們的歌手在區域上有很好的朋友 表現很好的成績的時候我還要跟主辦方去爭為藝人爭取獎項從來沒有想過我自己會得到一個獎今天這個獎真的是一個驚喜謝謝Compass 由於新加坡市場的狹小加上早期的客難的環境新搖無法養活我們 我們只好往外發展 可是我們從來沒有忘記過新搖甚至在阿渡 林俊傑成功推出之後我們在2003年和2005年還是跟Compass合作舉辦新搖結希望能夠再重新帶動新搖 可惜沒有預期中的理想然後我們就繼續在中國發展後來2010年新搖在新加坡開始復興了很可惜的這個復興竟然成為一種懷舊的情懷 新搖原來強調原創的精神都被扭曲了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還好後來新搖的發展終於恢復到原來的樣子新搖原創的精神終於被大家重視了這是非常可惜的希望新搖的原創精神能夠繼續燃燒下去 今年是我從事音樂事業的第三十個年頭其中經歷了不少的風風雨雨如果沒有家人的支持是不可能走到今天的 所以今天我要去趁這個機會謝謝我的太太沒有她我沒有今天 Compass在我從事業行業的30年的這個時候頒了這樣的一個獎給我讓我覺得很榮幸謝謝Compass 更謝謝Compass一直以來對本地音樂的支持我想要跟所有在新加坡從事音樂行業的朋友分享這個獎 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裡我能夠為本地音樂做出更多的貢獻 我很願意跟年輕的朋友分享我的一些經驗你們隨時可以跟我聯絡我很願意跟你們溝通 謝謝大家謝謝Compass新加坡音樂加油